大家没有任何的问题或心得 老师您好 是 就是今天的课就是 就特别像吉时宇对我的帮助特别大 这个就是 本来有很多的问题 然后听了课以后就解决了我心里面的很多问题 那就是特别感谢老师 现在就是我 就是目前的问题是 就我现在可以明确的自己知道 自己不会再经常的去皱眉头 但是我发现我每天早晨睡觉起来 我是咬紧牙关的 我晚上睡觉前 我会就是告诉自己放松 就是放松心态放松身体 然后这样子来入眠 但是早晨起来 我醒了以后 我发现自己还是咬紧牙关的 就是询教老师能有什么样的方法 就是 是 OK 关于啊 你要改变自己的某一种 好像很难改变的惯性 包括就是说咬紧牙关 磨牙齿 等等这些习惯 有的时候呢 你不要想说我就是只是用相反的对峙法 就是说我叫自己不要咬紧牙关 就好像是教小孩子 有的时候呢 小孩子你刚才讲说 好你不准玩电动玩具 你禁止他玩电动玩具 他这样会有用 可是在很多情形之下 你越是这样子 那小孩子他越是偷偷的跑去玩 所以有的时候你必须要 你要改变习惯 要改变一种行为模式 你要 交错的 从不同的角度去改变它 包括就是说有的时候 好 你就实验看一看 好你要玩 那你就接下来 这个周末 两天 你不要吃饭 你不要睡觉 你就拼命给我玩 你不要停 好 我不是建议你是会用这样吗 这是一个很极端的一个方式 然后那有的时候呢 要下猛药 那同样的我们对待 我们自己的那个习惯性 你有的时候你语气 你一直叫你自己放松 你不如你在那边玩味着 好我咬紧牙关 我左边用比右边咬的用力一点 那感觉是怎么样 右边咬的比左边用力一点 那是怎么样 然后我现在我清醒的时候 我来复制一下 我晚上的时候 磨牙齿的那种状况会是什么 你就想象 你现在是睡着的 然后那个紧张的那个感觉 他怎么样不知不觉的跑上来了 然后你开始咬 然后你想想看 我如果在不知不觉中 那个咬 那个模式是什么 你就也就是在清醒的状况当中 故意去想象 故意去复制 你在不清醒的时候 你磨牙 所以这个叫做用交叉的 用实验的 用探测式的这个方法去调整 然后再来呢 另外一点 会扳研磨牙齿的人 他就是平常的时候精神 他就是有紧绷的 然后你这不用觉得很自责 觉得很责怪自己 我就是这样 我怎么这么的容易紧张 那个活在现代社会的人 然后很多的在家人 他的那种客观的那个环境 就是非常容易会增生紧张 所以你给予你自己 非常多的同情性 非常多的同理性 善待自己 原谅自己 然后提醒自己说 你平常的时候 经常要引戒 那个放松的感觉到 你的身心里面 引戒之后呢 你看能不能保护着他 经常经常就要引戒 然后不要气馁 不要灰心 很多的人都会 我又怎么又忘掉 我怎么又现在那么紧张 我怎么又在皱眉头 我怎么又在磨牙齿 保存着一个信念 那个信念就是说 就算我继续的 有磨牙齿的习惯 我每天我只要是从零次 变成有四次 一分钟禅修法 半分钟禅修法 那就是很大的进步 你从全然没有做这样练习 变成每天你做四次 或者你 每两个小时 你就做一次 你在工作场合的时候 你肯定每次你听到你的手表 或者你手机 给你听一声 叫 这个时候 十秒钟 三十秒钟 我可以在引戒 那个放松 的那个感觉 我在寻觅着 去感觉 那个 藏觅在身体的 那个模式 那个紧张 那个模式 那个感觉是什么 可以是像这样的这个做法 我明白了 谢谢老师 可以 谢谢 不好意思 我有三个问题 都是关于这个修行方面的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很仔细的看了一下 您在这个网上的那个教学资料 然后我总结了一下 然后你说的是佛法的解释 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建立起良善的特质 第二个阶段是要培养评色 第三个阶段是处理评色 然后我从头到尾看了一下 问题是 比如说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 那么如果要修的话 具体的步骤 应该是有哪些步骤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我们修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根据 每个人的根基 来量身并做 不一定会要按照 固定的修行词 来修 还有就是说 我仔细又看了一下 我觉得您的那个 提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能够完成 那个色戒神的修行的话 我们就可以修观智 然后就可以培养智慧 出力轮回 这是第一个问题 反正我先说第一个问题吧 然后我对您说的这个 第一个要建立起良善的特质 我的个人的理解是 是不是我们应该从 第一个手持戒律 第二个就是说 学一些心理学 社会学 从这些方面来建立 我们的良善特质 那么第二个方面 就是培养评舍 培养评舍的话 应该是第一个调查五代 然后第二个就是 念那个 就是修那个安纳班纳和试念柱 第三个处理评舍的话 是不是应该就是修那个 西绝分 就是我的一点理解 希望老师能够点播一下 那个我就借用你刚刚所提到的方式来尝试回答你的问题 你刚刚讲到说每个人的良善定做 的确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 我有点要说明 以前大部分的这个文章的这个写 其实有的时候是 譬如说跟朋友讲话的时候 然后有朋友帮我录音下来 然后有一些人 有一些特别有心的人 他发心 把这个 有的时候是即兴而谈的 内容 把它变成文字 那其实 修院以来 然后我自己一直没有说 那种很强的要 写文章的这样的一个意欲 有这样的这个计划 然后其实实际上 如果网络上有这些资讯的话 那个主要感谢的是那些 花了那么多的心血跟时间 帮忙整理这个文字的 那些义工 那些朋友 所以我之所以要提起这个的原因 就是说 我自己的想法里面 我没有什么 决断性的 那个阶梯 这样的那个观点 如果说我以前有提到过三个阶梯 那个应该是针对着 当时那个人 当时的那个情形 讲这样子的话的 我从来不觉得说 每一个人他通通都是 按照这样子的阶梯 然后过头来讲 那个关于培养好的特质 这个部分 是不是就是先从戒律做起来 再次这也是不一定 往往 那个修行啊 最理想的状况之下 是 跟善友 比较密集的互动 所以你的善友很了解你的状况 你的善友很了解你的状况 然后他 能够给你比较贴切的 回馈 那 有的时候呢 我们选择 要培养的特质 是 我们特别欠缺 的那个东西 可是呢 有时候呢 我们要培养特质 是那个 我们已经很强 的那个部分 就是 那个模式 有的时候呢 你特别欠缺的东西 你只要引界这个元素进来 所以假设说 你是一个特别急躁的人 然后你引界了这种 知道怎么样 从容 把那个从容的感觉带到你的 讲话的方式啊 你走路的方式啊 你做事的方式啊 你会看到很明显的效应 因为你平常 那个招集 急躁是你最大的盖章 所以那个最大盖章 它一得到 对峙 你马上就看到明显的效应 然后另外 我刚刚讲到那相反的模式 有时候你要用 最强的 你已经发展起来的 那个东西 因为那个东西是很顺水推走 你本来你就是 好比说七觉智里面 你责法特别的强 你对于那个 佛法它的系统 你对于这个佛法的工具 怎么样灵活使用 你对于 在面对那个不同的状况 怎么样灵活的应对 用不同的佛法的工具去应对 你这一方面 本来就是很强 你就善用你的强势 善用你的强项 它能够呼应 能够引领起 其他你比较弱的 环节 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 我们用那最强的 引领弱的 你会特别有信心 然后而且 那个佛法它教的这个特质 这个佛法这个解读道 还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东西 就是 你如果你把一个关键的东西做得好 你会好像 你的整个心会对所有的善法都产生相应 所以举一个例子来讲 你如果你把你的禅纳 培养好的话 你很容易的 你就会人 就是 变得比较慈悲 或者变得比较快乐 或者变得比较有自信心 变得比较谦虚 变得比较坦诚 变得比较没心机 等等等等 那就是 为什么佛陀会形容这些特质叫善法 那其中的原因就是说 几乎每一个个别的善法 它都有会帮助你跟其他所有的善法呼应 衔接上其他的善法 这样的一个潜力 所以这个 你刚刚讲的 问题 有的人呢 他想到说 我一开始修行的重点 是要放在戒律上面 不同的人对这个有不同的反应 有的人他的反应是 我有非常具体的规范 我可以抑制 很清楚 我知道我怎么样留意 杀到淫妄等等 这方面 他的那种具体的 行为的规范 对他有帮助 有的人一听到戒律 他马上想到的就是压制 他马上想到的就是 法律上面 这边吹毛求疵的 在那边在心血上面下手 他感觉到很大的压制感 对 所以 这个像这样的这种场合 要能够好像 笼统地讲一个 放出四海皆准的 是不容易的 我们只能讲这样的一个大方向 大原则 你若你没有 那个机会跟环境 跟一个善游比较密切的互动 你就要懂得培养起 独立的思考 愿意实验的精神 不断地在你的身心上面 这个实验室上面下手 对 老师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的 凝合 不像很多那些宗教师 说的就是 必须这样 必须那样 必须这样 必须那样 学生都学得来 很事呆板 就是说觉得很痛苦 我大概总结一下 您的意思就是说 培养良善的特质 要从我们每个人自身的 这是我最欠缺的地方下手 然后的时候 有那种良好的善游 良好的环境 然后有针对性的 用一些方法 来培养这个良善特质 当然也会排除心理学 还有其他方面的方法 来针对性的 培养这个良善特质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的话 就是说 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应该是根据 每个人的根基 来量身定做 不应该把修行的 次第给很固定化 那么像我们这种 没有老师 能够亲自教导的学生的话 我可可以这样做 就是说 就是说的话 我按照一般的那种修行方法 按照一般的那种修行方法 来修行 然后在修行的作者当中的话 如果是发现有问题的话 然后的时候 我再来进行那个实时的调整 这样可不可以呢 我的主观的建议是 不一定要医治 那个所谓的平常的常见的修行的方法 但这只是我个人的主观 就是我认为 我认为房间中普遍流行的 修行的观念 修行的方式 有太多可以商榷的地方 然后我并不是要一足高大翻一艘船 就是我看到 修学房间的这些通俗的修行的方法 得到的好处跟坏处 哪个多哪个少 这是可以争论 这是可以讨论 对我来讲不是很明显的说 好处一定是多于坏处 然后只能够好像是老王卖瓜的 就是说如果你对于 我们分享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这样一个系统感兴趣 有信心的的话 你可以比较专心的看 先看这个系统 我会建议你实验看一看 然后如同刚刚那个早一点的时候 你问的其中的一个问题 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学禅纳 然后禅纳培养起来之后再修内观 实际上我自己个人 实际上我个人的讲法 我个人的倾向 并不是这个样子 我个人的倾向 我个人的讲法是 如果我们 然后我并不是说你先培养起禅纳 再修内观 这样的路一定是不对 就要看你怎么调整 但是我认为有更好的方法 更好的方法就是 如果你能够建立起一个 更符合原始经意 禅纳的认识的话 那么那个 你发展内观的那个过程的本身 它是禅纳培养的一个部分 然后培养内观 它不是你培养禅纳的目的而已 它甚至可以反过来 也就是说你培养内观 是为了帮助你禅纳 所以你变得可以很灵活的 那个原始佛经里面教的禅纳 它跟当代上座部佛教 教的禅纳有很大的距离 原始佛经里面禅纳 它一定是直观双运 它不是说你先修这个 你再修那个 然后所以我用一个例子来讲 禅纳它有多元的内容 可是我如果真的要 勉为其难的 给它一个非常好像说通范的 一个定义的的话 那么它是一个 你讲说它是一种离苦的一个过程 还是配合政治正念正情 然后离苦的过程 你也可以说 它是在政治正念正情的状况当中 不断地在培养远离离欲 灭蛇 这样的这个 也可以说是动作 也可以说是情绪 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你说这个过程 它是 你如果说它是没有内观 之后要另外修内观 那是听起来是很 化蛇天主的 而且这个显示出 可能我们对于禅纳有个误会 我们把禅纳了解为 它是一种纯粹的 奢魔它 纯粹一种定学 的这个开展 那实际上 并不是这个样子 渊世佛禅纳到往往 它就是解脱到的 同乘 它是同义词的 发振到的终归 就是把它解释 终归为会归为禅纳 那老师 那我这样理解行不行 因为有时候呢 我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 虽然我这个性情 确实很不好 但是我在实际生活里面 我经常在观察 就是比如说 我一个动作 或者是一个思想 也要解决一个问题 我在做这个事情之前的话 我会先静一下心 静一下 然后的时候 我好像也算是观照嘛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确定这个目标以后 然后我会围绕这个目标的话 进行一些 一些考虑 一些思索 然后同时的话 我会排出其他的杂念 然后得出一个结论以后 然后我同样的 用这个方法的话 再来行动 再来做这个事情 这个的话算不算是直观啦 是 它可以是直观 我自己个人是非常喜欢 就是实验探索的方式 但是呢 我们的实验探索 你要如何让它是有框架 它不是天马行空 它不是任意而为 它不是自由心正 它是真照着 那个佛法的大框架 这样的这个系统在进行 就是首先你可能要 起码有一个程度的文思 所以你就 解脱到它的原理 它的方向 对于你的 什么叫短期目标 中期目标 长期目标 有清楚的概念 所以呢 你的探索 是可以在这个 框架里面进行 你知道说 你这样的这个探索的方法 怎么样符合 怎么样帮助 你的短期目标 中期目标 长期目标 你这个探索才会 有时候你探索过头了 你已经 你的这个探索 已经实际上对于 完成你的这些目标 不太有帮助 你只是变得好像是 有一些 花群绣腿 然后 我们的这个探索呢 它都是要 为了服应 某一个更高的目的 它是一种真上学 这样的一个作用 不要忘掉自己的框架 所以 如果 你的文思 基础越好 你的择法 这个觉知 它越强 那么 你的 探索跟实验 你的自我的创发性 你自己在跟你自己量身定做 你就越不容易欲举 你就越容易是 待在佛法的这个系统里面 在进行的一种实验 嗯 嗯 对对对 是 应该先把文思修给做好 另外最后一个就是 我看了一下 您的那个网站里面 有很多练习 什么社界禅啊 雌星啊 官职啊 然后 散乱了 然后还有很多 因为我专门收集了你这些东西 然后六水念啊 对于我们这种初学的人来说 我看的是很佩服 也很眼花缭乱 但我真的 我不知道我该从哪个地方下手 所以我今天才会提出 就是这个修 修灯 如果 如果时间然后很有限 然后要 呃用最短的时间得到最大的功效 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式 然后 这个方式呢 就是说你可以把 我们过去每周的共修 倒过来听 倒过来听就是说 先听那个最新 最最晚出来的 不是不是从最早的开始听 而是倒过来听 好吧 比如说呃 这个星期开始 对不对 然后下一次听 一直听上个星期 再下一次听 一直听 呃上上星期 这样子 从最新的开始听 然后听回去 哦 听到第一次的课 对 然后如果这样子 你觉得那数量太多了 呃 可能自己不容易消化的话 那么就先 呃 听今年的 然后今年的那个技巧里面 你你在听的那过程里面 看看有没有 呃 呃 呃 特别容易上手的 特别相应的 呃 实验过程里面如果有疑惑 嗯 或者有强烈的心得 可以交流 可以 不管是跟 或者跟呃 可能系统 比较熟悉的善友们 嗯 做互动 然后 如果你还有多余的时间 你想要补强 要补充 的话呢 就阅读原始经典 嗯 然后阅读的方法 尽量用简朴的方法看 不必要有复杂的学术啊 哲学啊 呃 这样的这个角度 而是尽量的 把原始经典啊 理解为说 首先它是一个 技巧的传述 它不是一个哲学啊 形而上的传述 然后再来 呃 是 把它当作是一个典范 鼓励自己 鼓舞自己啊 提醒自己 这样的一个范本 你好像是看到一个生 生团 你算你没有 亲自 呃 亲近着一个解脱的生团 但是你是在跟一个解脱的 生团在神交着 看待佛经可以用这样性情 看待 尽量由直截 简单的角度阅读 这些佛经 嗯嗯嗯嗯 好的好的 好的谢谢老师 呃 另外一个问题 我想就 问了 下次再 再问您吧 呃 因为我觉得其他的 贤友的话 肯定还有问题 我就不占用大家的时间 好 谢谢您 好 老师是这样 我就呃 今天突然 就是说 在早上的时候 我就发现 就自己 以往的一个 就是说 呃 静坐的 就呃 就是说 我会把 怎么说呢 就会把整体的一个时间 比如说我一坐 呃 可能一个早上 或者说一个小时 半个小时 呃 我就会归纳 这一个小时的 一个状态了 所以很多时候 我就会感觉 就呃 大部分时间 始终会觉得 呃 那个 忘念跟 跟那个外 就是说外在的干扰 始终是处于一个 上风的状态 就是说自己的这种 呃 念住啊 或者说 在观察身体触感的时候 这种观察 就比较的弱 但我今天就早上突然就感觉 而我可以就是说 细化一点点 就是 呃 我就说去感受 就去不停的去调整 每一次呼吸 就是我呼吸的时候 呃 我去调整 呃 就是说身体的舒适感 就是说坐的坐姿啊 或者说呼吸 这样的话我就会感觉 慢慢慢慢状况又会好起来了 就是说我没有去关注一个整体 一个长 长时间的 就是说一个状态了 或者说一个 呃 长时间处于 是否 是否就是我的修行状况 是否好 或者或或意大不大的 这样的一个总结啊 就我只是说在当下 把它细化到每次呼吸了 就我在想 我这样做的话 就是说 但但就是说 要不断的去 调整自己的坐姿啊 呼吸啊 还有一个 就是说状态 是 这样会不会有影响呢 就是说 会不会太平凡了 可能我一坐下来 可能要调整几十次啊 呃 那个 可以把那个预设的 这些观念 都都抛除掉 然后把自己想成 真的就是一个 凹凹雪雨 还在地上爬的一个婴儿 在学 然后不管自己 呃 做的 是 如何的差强人意 如何的不符合 自己的理想 你就是只是 一直在看 什么东西有用 很谦卑的 然后很有耐心的 然后善待自己的 去 精致化那些 你发现到有用的技巧 讲到说 你今天早上做 你可能感觉 效果比较好啦 比较细化一点 啊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你有可能是因为 呃 你 比如说你 更用心了一点 你就把那个 更用心一点 那个特质 把它 好像揣摩的更清楚一点 把它琢磨的更干净 离落 哪一个那个特质 哪一个 那个那个 那个实力的 那个方法 让你觉得 哎 这个 这个是有用的 也有可能是 因为你把你的 那个期盼心 那个得失心 把它减弱啦 你把它搁置啦 你只是一直 在看你眼前 然后那种 看你眼前 那种踏实的 那种 老老实实 的那样的 那个心境 你能不能够 认识它 你能不能够 试着复制它 类似像这样的 这个做法 那个 我会建议啊 嗯 那个禅修 的时候呢 你 不必要担心 你有 很多的妄念 不必要担心 你 做的这个姿势 是不是很安静 一直都没有动 先不要理会 这些东西 实际上 那个 佛陀他所讲的 禅修 他光谱非常宽的 我们最终的 那个目的 是要 帮助自己 能够 有比较长的时间 去了解 去撼动 你已经形成的惯性 包括那种 我们轮回的惯性 然后你要撼动 你要能够了解 你这些根深蒂固 这个惯性 你不一定是要用 别人的那个方式 就坐在那边 好几个小时 动都不动 一点亂念都不产生 不一定是这个样子 但是你会需要定力 你会需要那个气觉知 那个定的 你会需要气觉知里面 那个清安的 但是你可以抛弃掉 那个既有的 那个对定力的了解 对那个清安的了解 对贫舍 什么叫贫舍的那种了解 因为牙牙血雨的 那种很谦卑的那个方法 有这么一点点 起码我在这个地方 享受着凉风 享受着清幽 虽然我一直起身 但是在这个程度上面 我是没有担忧的 跟着把那个注意力 放在那个卑微的 那个小区块里面 不要把那个注意力 放在那个 好像势力 势头更强的 那个妄念上 你可以一直不要去理会它 评估自己的那个耻啊 大部分的禅修者 他们是在量 你的妄念 有没有减少 可是你要衡量 你的禅修的进度 你要衡量 你的禅修的 这个善巧 那不是唯一的词的 甚至那不是最重要的词的 你可以衡量说 你是不是你现在 花更多的时间 在凉亭里面 打滚翻滚 做瑜伽术运动等等的 愿不愿空出来 那个时间 享受着悠闲感 说不定你完全 不是在正式的进度 可是你是更乐意 空闲出时间来 不跟忧虑相处 不跟无聊感相处 不跟那个饥渴感相处 就是只是单纯的 享受着悠闲感 类似这样 那都是一种进步 大概我的意思 现在老师能听清楚了吗 现在又好了 我的意思是 就是把我自己 就是发现了 就如果说感觉到 舒适的这种 这种方式 或者说 就去拓展 放大 就老师的意思 大概是这样吗 然后要先明白 那个修学层 它的最低门槛是什么 最低最低 那个最大公约数是什么 先不要把门槛定得那么高 缠纳的最低的门槛 就是你能不能够 不要透过那个 让你紧张 让你饥渴 让你焦虑的那个方式 得到安示 你如果能够达到 这个最低的门槛 你甚至 你愿意 只是在公园里面 不要担忧 享受着 当时的情有 那都是比你平常 遇见的状况 一种进步 所以你可以多花 很多很多时间 去练习 那个你能够接受的 你愿意去实践的 那个最低的门槛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 缠纳就只是这样子 可是我的意思是 你只要达到了 缠纳的最低的门槛 你就已经充满了 进步的可能性 人只要能够 搁置贪忧 人只要能够 好一个程度 管控他的五概 然后你的内心 是有正直 正念正清 你那个可能性 已经打开来了 你这个可能性 一旦打开来 你那个戏的功夫 你是不是真的 能够入很深的定 那已经是 比较次要的问题 我不是说 那个深的定不好 或者不重要 但是我们 依着自己 实际的状况调整 每一个人 亲信都不一样 有的人 他的根气 会让他在开发 某一种特质上面 特别大的困难 然后这样子的人 我们假如男听 他好像是一个 有一点瘸角的人 但是瘸角的 还是可以走路 你要懂得 怎么样依靠 你的拐杖 你因为你瘸角 所以你要用拐杖 你另外一个 能够帮助你 继续前进的 那个东西是什么 然后我们最终 我们要达到 我们的目标 我们修行要成功 你不需要考一百分的 你只要考六十分 你及格了 你就打标 他好像是在 像是在美国 考路考一样 你过了就过 你不管错几题 然后他可能允许 你错七题 你不用管说 你错了六题 你不用管说 你错了五题 你不用追求 你要一题都不错 你只需要达标 这样就好 看看你的身心 要怎么样的状况 所以你能够继续 愿意修行 继续符合着 符合着这个框架 继续的在调整 你的五概 继续的在 搁置 你的贪忧 我会继续的 感恩老师 老师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佛陀在原始的经典里面 对于精行有什么样的 精行的练习的方式 有什么样的描述 因为我以前练习精行 就是把目的都放在 对动作的一个 而如实观照 但是我发现 这样紧盯着 这个脚步动作 或是去拆解的话 其实身心会蛮紧绷 蛮机械化的 那我现在就 依照老师的方式练 就注意全身的触感 然后我也不去管 那个我到底要走多快 或走多慢 我就是 就是依照 就是老师说 就向远离 就让我身心 慢慢安适 慢慢舒服 然后心里的 越远离忧虑 这样 焦虑的状态 那这样走的话 就是会蛮舒畅的 但呼吸也会调得比较细脉云长 然后我的手也不像 以前练习 就是要背在后面 或放在前面 就是只是 放在两侧 这样的一个 但是做完之后 就会觉得 气机饱满 或者说 觉得呼吸很舒服 很舒畅 跟以前练习的感觉 不一样 那我不晓得 这样子会不会 就是落入一种 所谓像练气功 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不像是修行的 一个 跟我以前的概念 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 这样练习 又觉得还蛮舒服的 这样子 我常常要理解一些观念 这样 这样练习很好的 然后甚至更灵活一点 就是说 所有的十六圣行 你坐着的时候 你躺着的时候 可以进行的 走路的 通通都可以进行 所以走路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 走路禅 唯一正确的方法 就是观察你全身的触感 我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走路禅 你是可以采用任何 你在禅坐 或者其他知识当中进行的 所以包括了什么 好比说令心欢喜 你一边走 你一边在练习 让你心欢喜 太好了 你可以一边走路 一边在令身行休息 你可以一边走路 一边在体验无常 你可以一边走路 一边在练习 什么叫蛇 都是可以 然后 这一点 为什么强调 首先 你刚问的问题是说 原始经历还怎么样描述 原始经历还讲 那个惊喜 具体的细夹 讲得非常的少 他有可能找到 一两段经文 他讲到走路禅的好处 然后他讲得很笼统 防止消化 让你身体健康变好 等等的 类似像这样子的 这个好处 但具体要怎么走路 他并没有讲 但是可以在 一些所谓的周边的经文里面 你会看得到 就是古代的修行人 他们在灵业之中 或者在那个僧团里面 他们的那个行柱坐卧当中 在实行的 都是十六圣行里面 某一种技巧 甚至是十六圣行以外 但是跟十六圣行有关联的 符合那十六圣行 那个心法 但是不一定合乎 十六圣行 那个具体的招数 这样子的技巧都有的 所以很多出家人 他一边走路 他一边就是保护着内在的 那个安实感 保护着元气 然后这种 说什么 会不会变成一种气功啊 然后类似这样子的 佛教徒啊 他自古以来 他跟很多的外道在 吵架 在辩论等等 然后 很多这种吵架 很多这种辩论 它是建立在意识形态上 有一些吵架 有一些这个辩论 它是在 厘清 那个技巧 你要怎么样做 它是更善巧 你在帮助自己的技巧 精致化 大部分的争吵 它是 可能 就是说 你要笼统的讲 就不太有意义 你针对着个人 而做批评 而做qualification 这样子比较有意义 所以管员家讲说 你现在你变成在练印度教 在练气功啊 在练瑜伽术啊 在什么 不用管这样子的东西 在程度来讲 这是我的心底的老实话 我感觉到 当代上座部 流行的 禅作的技巧 它距离啊 它跟那个原始佛法里面 那个禅修啊 比起很多那个气功 比起很多的瑜伽术 更加的不像 那个距离 也就是说 某一种气功 某一种瑜伽术 某一种这一方面 这个锻炼法 它更像是 比起这个当代流行 上座部的修行的话 更像是原始佛教 里面佛陀教的 然后与这些 这些界限 对于你要怎么分类它 它到底是印度教 到底是佛教 都很难有决断的定论 要看这个 看个别的案例 然后看个人 这样子做说明 所以我下座的时候 也不用去紧盯着 我每一个动作 要去观照 反正应该就是 保持新的安逝 去守护那些 也不一定 你如果你是 在修身念柱 你可能你的主题 是跟身体有关的 跟知识有关 跟身体触感有关的 跟你呼吸方式有关 如果你的主题 是心念柱 那么你可能可以是 完全不要管身体 有时候 当我这样子做的时候 有时候是在走路的时候 好像是身体不见了 为什么会 状况 因为 那个注意力是如此的投入 在那个内心的 那个状况之中 身体暂时不见了 然后暂时不见了 就赶快停下来 不能再走 再走要摔跤了 就是会感觉到 那身体的 那个具体的 那个 那个界限感 等它开始在消失当中 就是停下来啦 站起来 或者是就地 就坐下来 甚至就地的躺下来 都有可能 然后你可以很灵活 你在进去的时候 当然你如果说 有正规的早晚课 你有定时间 这个都是好 但是你早晚 那个正规的禅修之外 的那个时间 我会建议就是 你可以相信的直觉 是 当身体 你出现那种气血 已经开始停滞 它的运行 不顺畅的时候 你就可以自由的 开始运动 开始走路 是 走路的时候 有的时候 你很融入在这个技巧里面 你会觉得说 我这个时候 如果让我身体更安静一点 让我的姿势更简单 更神力一点 像坐下来 我会能够更充分的 体会到眼前这个技巧 它的好处 或者它的深度 那时候你就坐下来 所以我们根本不用管 那怎么进行定 安止定 刹那定那些的定义 这些定义都是 后期的定义 对 而且 并不是说后期 它就不对 可是我为什么会特别的 好像说大部分都在批评 这种刹那定 这个进行定 安止定 这样的观念 因为这三种定 这样的这个分类法 它是把定理解为专注力 它纯粹只是把定理解为专注力 所以那个刹那定 它跟进行定 差异在哪 在专注力 生前 然后那个进行定 它跟安止定 它的差异在哪 它在于 你的注意力还会移动 你的这个专注的排他性 够不够深 它们是以这样的这个方法定义 所以你用这样的这个分类法来 理解 缠纳的话 我认为是 很容易误导人 往往它的害处是多于好处 是 是 OK 好 谢谢老师 我再下周再认识 再跟老师报告 谢谢老师 朱老师好 你好 有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心 这个心的练习 就是如何集中心 然后也不是很清楚 什么叫做心的集中 请老师帮助我 简单的讲法呢 就是说你可以心无旁骛的 投注在一个技巧上 大部分的人把那个专注力理解 为说投注在一个小部分 就好比说钉在鼻端 钉在肚脐烟 钉在一个声音上面 佛号像咒语一样 但是佛法它的那个专注力 佛法它的那个定力 它的那个收摄同摄的意思是说 你能够投入在一个技巧里面 那个投入到技巧里面 感觉像是什么 就好像说 当你全程贯注了 在达太极拳 那么你那个时候是怎么样 你的心里面很有可能是 不受到杂念干扰 你感觉到就是身体的平衡感 身体的触感 所以你打的那个招式 它是很灵巧的 然后它是很准确的 很善巧的 类似像这样的这个作品 我知道就是什么叫集中注意力 比如说就像老师刚才说的吧 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个部位 或者全身 但是我在那个时候 我觉得好像我注意力集中了 但是我在去看心的时候呢 心好像并没有集中 所以这时候才产生一个这个问题 说好像我集中的 我非常 集中注意力的去做某一个技巧的时候 我去看我的心的时候 或者它没有起来 好像它比较 它好像处于一种昏昧的状态 或者 它 它有自己的那种情感 体绪或者什么一样 除非我去告诉 我去调整它的时候 我才那个能够就是说 和它好像有一种相互作用 所以我就是不太知道说 但我们专注于某一个技巧的时候 为什么我感觉到心并没有 就是很和谐的 尤其比如即使是身体特别的 那个清安喜乐 但是心好像有的时候也没有反应 我们当然是可以在一边执行 这技巧 然后你一边把心调整好 让昏昧的状况减少 让你的心清醒起来 类似像这样 可是更好的方式 然后这也是佛经里面 最常提到的方式 是你一开始 你就用正确的方式去契入技巧 那正确的方式就是说 你内在有一个好像果决的信念 有这样一个决心 然后你很认真 你很用功 你一开始要弃弱的时候 你就抱着一种我要冰除掉 我要割制开 那一开始的时候 你那种端身正义 你弃入那个技巧的那个起始点 它好一个程度会影响你接下来怎么修行 如果你是用一种比较随意 比较涣散的方式 开始你的禅修 并不是说你接下来就没有救了 你大概你可以接下来调整 可是如果你能够养成习惯 就是说你每次要开始禅修的时候 你还能抱着一种庄重的心情 然后把那个起始的步骤 特别留意 这样子做得好 然后让那个起始的动作让你感觉是很好的 所以你很乐意去复制那个起始的动作 那个起始的动作 你一执行 你一旅行 你就开始深度的放松 你就会感觉到你的心是光亮 是清醒起来 然后你喜欢这样子的感觉 这个是更有效率 更好的方法 这就是为什么说佛经里面 他讲的那个阶梯 然后他的程序 他的次第 一般是你先搁置了五盖了 你先有了这个端身正义 这样的先决条件了 然后再来你修念主 可能我对这个新的定力的解释是不对的 老师觉得好像你觉得自己 有一种好像是摸不到的那种感觉 觉得好像新的定力 应该有一种可以 好像能感觉到的那种定力 但是我在做的时候 我总是 我的心好像总是很开放的 就是如果把它唤醒之后 它总是处于一种很开放的状态 我总是认为 你看好这个开放的状态 你有可能对它采取不同的动作 有一种可能的动作是说 你在体会着开放的状态 就是当你完全融入于 在专心在体会着开放的状态 那个就叫做定力 是不是 有可能这开放状态是你在 学习怎么样 把它维持着 你不要让那个开放的状态 被其他力量挤压了 让你丧失掉了那个开放状态 让你小心翼翼的在保护着那个开放状态 那个保护 投注在保护的这个动作当中 那个就是定力了 所以如果定力然后对你来讲听起来很抽象 不容易呃掌握的的话 那你必须要仰赖着技巧来帮助你 也也就是说你先不要管那个你的定力什么 你先去看说我这个技巧的那个实力 它有没有很扎实 那个感觉就好像是什么 我自己是一只蚂蚁 在推着一个杀力 你能不能碰到那个杀力 你能不能感觉到杀力在这个地方 我再往前推 我感觉到它在移动 同样的 你可能你在帮助你自己放松 你能不能掌握得到你身体的感觉 你能不能掌握着杀力 然后你再帮助你那个身体 微微地这样桥动着 所以它帮助了它的环节 你把那个内在的那个僵硬的模式 再一点一滴的剥落 再给它缓解 再推着这个杀力的那个感觉 所以你有的时候 你光是专心在技巧里面的定力 已经在发生 好就是比如说今天 我的心一开始那一块就是有一点赌 然后就是好像我听到老师说 要就是可以回忆起的那个 就是过去的那种技巧 我回忆起我曾经是有过新的那块 好像突然之间就开窍的感觉 所以我就回忆起那种感觉 然后我就找到了那种感觉 然后那个新的那一部分 马上就变得就是流动起来 然后就是很甜润 很那个开放 然后过了一会儿呢 我就好像我的心 我的整个注意力 对它就有一点点放松 失去了兴趣 好像它已经不在我需要 不需要我努力了 所以我觉得我的定力 这时候就体现是说 我觉得我的定力没有在那 因为它很快就从这个练习里面 抽离出来 就去干别的 比如说去注意脚啊 或者腿啊之类的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应该继续在这 刚才这个心上 已经发展出来的这种 这种安适 就这种舒适的感觉 然后继续让它稳定下来 这表示是我在发展一个定力呢 而不是转换目标去注意 比如我的腿有点疼 所以我就开始注意这个腿的瘦 像然后那个 跟你的交流里面啊 我可以感觉到说 你的心思很灵巧 但是呢你这个灵巧 有的时候它会伴随着散乱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这个情形的话 一个可以实验的方式 就是你可以灵巧的变化 可是你变化的那个repertoire 你那个工具箱你要限制 所以好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说我今天我不管怎么变 我都不要变出新念珠的范围 今天我不管怎么变 我不要变出生念珠的范围 就是说这个是又有规范 又有灵巧 你又给自己有划清界限 什么地方 呆在什么地方 不要脱离开这个界限 可是呆在这个界限里面 你允许你自己有变化 所以你如果有一个特别相应的一个念珠 比如说受念珠 你说我今天都在受念珠 受念珠的哪一个技巧 你可以是体验洗 你可以体验乐 你可以观察心情 你可以另行心休息 四个 任何时候要变就变 你甚至一个你实验 你有可能有时候变的速度很快 一个你只待了几秒钟 你就换到下雨 你马上看到这有一个契机 这有一个可以 好像说顺水推走 可以契入的地方 你就换了那个技巧 可是你不管怎么变 你还是待在那个方 我就是觉得我的心 可能不满于我现在的这种状况 认为说 嘿你没有那个 你不稳定 而且你不深定 你没有深定 就是有一点点 好像这种 有点责备在你里面 那个深定 你也可以是透过 好像意志力 勉强自己达到 但是一般而言 这样的那个深定 它就只是你人生 一个特殊的经验 你不容易能够让它变成你的常态 你不容易让它是 好像说 像融入到你的人格性 让它是一个变成 一个经常你能使用的东西 不容易是这样 所以比较理想的深定呢 它是一种水道取成 它是一个因缘具备了 然后你 它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 这样的深定 这是比较理想的深定 然后这样的理想的深定 它一般它的发动 就是说 你这个技巧里面 你得到它的乐趣 然后你在这里面 你真的 哇 这个真是有职位 然后一般而言 为什么某一个技巧 它会那么有职位 当然这里面 它有发现的快乐 它有实践的快乐 等等 有很多不同种乐趣 但是 大概最显著的快乐 就是它离苦的力量 所以当你在 很踏实在执行 这个技巧 它也很具体 在帮助你减少痛苦 然后那个滋味 你在品尝着它 那是 那个进入深定 那是最棒的深定 如果老师描述一下 深定的状态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还记得我过去的时候 曾经思维 老师的一句话 就是我出生于 这个世间 但不属于这个世间 那时候 我觉得那是一种 相对比较 很 我比较喜欢的那种定 就我在真的做的事情 突然之间 就慢慢的 整个动作都没有了 即使我是平时 是反过什么 定你的症状 然后千奇百百的 有的是很奇怪 很奇怪的 然后讲出来的话 人家就对你莫测高深 哇 你怎么那么有修行 你怎么那么厉害 有的是很奇怪 有的很奇怪 然后有的是很平常 它就是你 非常稳健的 待在那个技巧里 它的症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它能不能够帮助你 深度去开发这个技巧 它能不能够 深度的帮助你 像是 对法见一起跟神的信心啊 对于脱离开痛苦的那个动作 你会越来越熟练啊 类似像这样子 直接契入到 那个远离离遇 灭 这样的那个方向上面 那样的生定是最好的 至于说其他的 你是不是头不见啊 你能守双亡了 你是所有妄念止息了 心如止水了 或者是眼前一片光 那个症状都不是顶重要 当然它有的时候也有重要 看 看你那个事后的反应等等 但它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可是我会被这种状态 气得有点想哭的感觉 就是觉得好像自己做的不好 然后我这个不知道怎么去对付它 这个很多可以说的啦 但是因为时间我讲一点 这里面听起来都是那个奢魔它的力量啊 还不够 然后你若要让那个奢魔它的力量增强的话 你平常要多留意怎么样管 要要要要要驾驭自己的心 要要经常提醒自己做这样的工作 反正一直 我知道说这个听起来好像说是压制很多 就像很多的年轻人 实际上你如果给他一个structure 你给他一个架构 你给他一个框架 他心中是暗自欢喜 年轻人他们是很需要框架 虽然一方面他们要反叛框架 但是你给他们健康的框架 让他在那个框架里面 他有执行力 他能够旅行 能够那个好好的实践着 发挥着自己的那个经历 他们心里是暗息 所以试着在这种驾驭心里面 试着在这种restraint里面 得到成就感 在日常生活中要多留一点点 这一方面的平衡 因为这一方面平衡 你才不会说在禅秀的时候 莫名其他一直冒出不同种的东西来 当然有更灵巧的方法 但是你如果你是 你不是待在生团里面 你是一个人的时候 那么可能 就用比较老实一点的方法 用比较看起来比较笨拙 但是比较保守 好的 谢谢老师 OK 喂 老师你好 你好 老师你好 我以前曾经学习过那个麻西禅法 那标记身心的状况 如果心里生起称心的时候 就标记称心 然后注意着称心 以旁观者的态度 冷眼旁观的 看着自己的称心 那因为是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 心会从称心之中抽离出来 就不会对那个 就不会随顺 随顺习性的积蓄 跟着称心搅迫在一起 也就不会因为随顺习性 而对那个称心加财添火 然后称心就会在冷眼旁观之下 逐渐的冷缺 然后自然的熄灭 我想请教老师是 以旁观者的态度 冷眼旁观的 看着自己的身心现象 不随顺习性 不认同身心的现象 不跟身心的现象 搅迫在一起 这样子的不断的训练 旁观者的心态 是不是一个修行的好方法 不断的培养 冷眼旁观的态度 是否就可以了知 我运非我非我所通达 燕迪欲灭 好 谢谢老师 如果长话短说的话 就是不一定 不一定的意思 就是我看到有很多的人 他不断的用这种旁观者的 这个修行的话 他产生非常大的副作用 其中的一种副作用 就是depersonalization 心理的疾病里面 有一种那种人格的那种分离 有的人他不断的用这样这个技巧 他变得很冷漠无情 他变得好像是很有理智 然后但是实际上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那个情感的部分 他没有贯穿 他的官慧 那个官慧啊 他里面是 你那种平衡的官慧 他是七觉知的味道都在里面 而且一个 我甚至不会用冷眼这个字 来讲面对 因为很多时候 你观察苦的那个方法 你面对苦的那个方法 他可以是 甚至更理想一点 应该抱着一种健康的情绪 健康的情绪包括什么 包括那种对于苦的 那种深度的同理心跟慈悲 健康的情绪 包括了那种 决意要超越苦 决心 信心 那种 那个因为你不断地体验到苦 被超越中而得到的滋润 这个部分 这些部分都是 不是一个简单的冷眼旁观 他能够 概括的 所以看是怎么用 怎么 上座部啊 他喜欢说用一个机械化的一个技巧 就跟你讲你就这样子做 有什么问题 很多那个禅修的中心 他就让你从头到尾 就执行 机械化执行的技巧 叫你一直观无常 叫你一直观触感 其实有很多时候他会产生很大辅助 然后就算是 最不危险的状况之下 你很有可能会浪费很多的时间 因为你不懂得检验调整 佛法的那个框架 它不是那么单纯 它不是 你一个人要戒毒 你不是只是教他说 你就是管 这样子 老师那么同样的问题 我想再请教一下 我以前也曾经学习过 那个格因卡展法 那格因卡老师教导 观察身体的感受是无常的 然后因而对感受升起贫舍心 他因为升起了贫舍心 所以就能够更仔细的深入观察无常 然后因为深入观察无常 贫舍心又变得更稳定 然后观察无常与贫舍心 想请问老师在这样的一个 这样子不断的交替 无常与开展贫舍心 是否就可以通达燕迪欲念呢 再一次的 然后七爵枝 每一个都有它的 那个扮演的角色跟分量 然后七爵枝 它并没有独重贫舍心的 贫舍很重要 但是它没有一个 就是取代一切 这样的一个重要性 这个我在想 应该要怎么样讲 是比较活当一点 《佛经》里面 你常常会看到 那个佛陀他在教人们 要怎么样修禅观 他经常提到要热情 那个情有的时候是情好情 有的时候他是指说 你要充满着正面的情绪 你要有高度的性质 也就是说 那个佛经里面 他所教的禅法 它经常是 情感跟理智的结合 你要知道怎么样 善用你的情感 不要以为说 我越没有情感 我越减少反应 我越用冷眼旁观 我就越容易成功 我们的心 它是一个非常微妙 然后变化多端 然后很会欺骗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生物也好 这样的一个现象也好 所以你有可能 你禅修里面 你有好一段时间 你认为你已经做到 打得念头 你已经是 好像死水一滩 你已经是看到所有的一切 你都是无动于衷 实际上 就是你更加的 把问题压制下去 然后非我的这个话题 它真的不是那么单纯的 说我把我自己身心 看成是机器人 看成是无常 我就会都解脱了 我并不是说 你刚讲的那条道路 都不会有人成功 但是我看到太多 那个反例了 看到太多不健康的例子 我所了解的佛陀的教法 它是全方面的 全方位的教育 它是八正道的 它是七觉知的 它是直观双运的 然后它强调快乐的 它强调喜乐 佛陀讲中道 那中道不是只是 重欲跟苦行之间的 那个中道 佛陀讲的中道是 你不要否定健康的安乐 你不要否定健康的幸福 你要知道怎么样去开发 幸福跟健康 在平衡的状况之下 你这样子你才能够走远 对于大部分的人而言 修行是长远的道路 你有少数利根的人 他可以简短的 点拨 他可以一个简单的技巧 他就契录 很少很少看到这样的情形 大部分的人他都是要 在钟摆的状况之中 调一下这边的过度 调一下那边的不足 然后慢慢慢慢趋入到 越来越光明 越来越平衡的状态 太好了 这样子我就会了解 所以应该是在七觉知上面的 每一个知里面 不断的去做平衡 跟摸索了 对 好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你也开始谢谢 老师您好 我在开始缠坐之后呢 可以较好的面对 然后我之前有过的焦虑症 然后在冰死感出现的时候 也可以和他好好相处 而且我已经很长时间 都没有发作过了 由于日常生活中 有比较多的安乐感相伴 所以如果有负面的感觉的时候 我也不会让他发展 可能短暂的缠坐一下 可能三分钟以后 就感觉整个人都好了 但是首先我觉得这一点 是对这些缠坐 是有一些依赖性的 其次是我没有标准 去衡量自己的情况 因为还是会不断的 有贪忧冒出来 然后我就觉得是因为 我对初世间的 这些描述的情形 我是没有信心的 如果一个修行者 他对前世未来世 这些概念有深刻的信心 那这一世所经历的一切 也不过就是暂时的 然后我觉得放下 也就会自然的发生 那么可以有方法 确立这种信心吗 谢谢老师 首先然后那个 你说如果确立有三世 业力轮回这方面的事实的话 那么现实只是很短暂 其实有时候效果是相反 也就是说你越了解 越相信三世轮回啊 业力啊这方面的观念 你越会知道说 三世里面 贯穿三世最重要的要素 就是当前 然后那个 我们的当前的转变 我们当前的转变 它真的是有可能会有颠覆三世 整个的让 那个心跟三世的关联 产生质变 这样的现象的发生 所以了解三世 相信三世 它的结果并不一定是让你 觉得说现实的价值更少 有的时候是相反过 你会相信说现实的价值更高 然后你刚刚的问题 有没有能不能够确立 当然最直接的确立法是 可以在这种神通 然后这方面的领域开发 然后这方面的能力的开发 它最好是比较多是个人私下的沟通 比较不会产生 副作用 因为这一面牵扯到的领域 如果是公开的讨论的话 它很容易会被一般的听众 误会啊或者是滥用啊等等 所以这个是一点 就是说 这是可以刻意开发 然后我这一点上面 我也跟可能一般佛教的老师们 想法不一样 一般佛教老师让我说 神通它是不能谈 不要谈 必会谈 不要刻意地去开发 我读到佛经是相反 读到的佛经是 佛陀对于神通的态度 它是赞叹 然后当然很多的人 他是在自大 在妄想当中 追求着神通 那会有副作用 但是如果在正确的引导之下 这方面的开展 或这方面的探讯 我经常看到有好处 像他可以 有这方面体验的人 他的人生的价值观 有可能会 侧头侧尾的翻转 变成是正面的 变成是更积极的 变成是更像修行 然后另外的一个方式呢 就是你 把那个三世 当作是一个hypothesis 当作是一个科学上面的一个假设 然后你 把信心 当作是一个特质 刻意地培养它 然后去看到说 当你的内心 对于 佛法的这样的体系 有一种 英众 有一种庄严 确实说 我们所知道的 包括 那个当前 社会舆论 大家参与的这个知识 他们认为 他们所知道的 是如此的渺小 然后 有很多 勇敢的 高度开发的人类 他们是 不愿意参与 世间的舆论 所以这世间 这个舆论 并不代表所有的 事物的面面相像 它不代表 所有的真理 有很多的 真理 它在世间舆论 这个层次上面 它是隐漠不现 世间很多的圣贤 它是隐漠不现 因为它感觉到说 跟凡俗的人 的沟通 是很 无力 是没有用 一般的人的 沉迷太深了 抱着这样子的信念 然后看 看这样子的 这个信念 它对你 身心产生的效应 我自己能够看到的 就是培养信念的 那个效应 就是它 呼唤起来的 那些心境 包括让你 感到 谦卑 让你有一个 伟大的一个理想 然后你在这个 伟大的理想前面 你是 匍匐 你是无体投地 你是 谦卑的 你不是盲性 因为你是 我在实验 然后我这个实验里面呢 我一直得到好处 我就继续实验下去 我开始发现 它行不通 或者开始发现 它让我走错路了 那我就停止实验 你抱这样子 这样的这个态度 来培养你的信心 如果 然后提醒自己 我们可能 没有那个福报 去近距离的 接触圣贤 所以自己 那么缺乏信心 如果我们有 那个福报的发愿 让自己有 那个福报 能够近距离的 跟圣贤 跟圣贤的生团 交流 那么你会很容易的 会对于这一些 在世俗舆论里面 不常见到的道理 你也很容易会 产生出信心来 因为你知道这些人 他们论述事情 是不实的 是真实的 他们是不讲好话 等等 那你可以在他们的 日常生活中 在一些小地方 可以看得到 他们的智慧的流露 好的 谢谢老师 OK 好 刚刚好 那个时间 算得很刚好 今天就到此为止 下回再会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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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